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典赏西 王源八段将与您一起来欣赏围棋古典名众樊玉药处组绝 邻居经节 王玉辉棋段和陈盈初段为您讲解第16届LGP世界围棋棋王赛决赛 姜维杰与李昌浩的精彩对局 2月13号 今年的世界第一场围棋大赛的决赛是在中国90后小将姜维杰 与韩国的老牌世界冠军石佛 李昌浩之间进行 结果呢 姜明然在三番棋的第一盘比赛中不负重望 145手直黑屠龙大胜 姜维杰舞端1991年出生 在2010和2011两个赛季 先后击退中国围棋的双子星 古力和孔杰 蝉联中国为席名人称号 毫无疑问的是目前国内新生代棋手的领头羊 而他的对手 大名鼎鼎的石佛李昌浩 曾经20次夺得世界冠军 这一记录至今无人能破 在最近7年来 石佛风光不在 在大赛中一度连续8次屈居亚军 本局 李昌浩在猜先之后主动选择了白棋 这在韩国规则中略显异类 不过姜维杰不为所动 耐心与之周旋 中盘激战中 姜维杰利用中复后世 对白棋一块弱棋发起猛攻 结果是一击得手 李昌浩大龙愤死 稍后 我们将在明局精解栏目中 与你一道欣赏这盘屠龙之举 除了LG杯的决赛之外 本周第26届同礼杯中国围棋天元赛 也是在中国棋院激战震撼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中国围棋天元战是目前国内历史最悠久的投钱战之一 吸引了国内几乎所有的顶尖高手参赛 从2月9号到18号 比赛将从预选本赛一直进行到挑战者决定战 决赛将在江苏无疆的同礼战进行 目前天元投钱的保有者是陈耀叶九段 他已经达成了天元三连霸 今年究竟谁能够杀出重围 最终与陈耀叶决战天元 答案很快就会揭晓 好 接下来呢 还是让我们请出王源八段 他将和我们一起来欣赏围棋古典名著 繁育要处总结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各位企图大家好 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可以一起来 鉴赏诗乡下的繁育要处总结 我记得在开始给大家介绍 这个繁育要处总结的时候 就给大家也顺便介绍了一首诗乡下的字题诗 那么这首诗呢是他自己给自己提的 我觉得现在回忆一下也是啊 咱们重新回忆一下也挺有意思的 诗乡下的字题诗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福思而应 成多拜 信守平徽更显谋 不向尽忠参庙里 纵然引物也虚佛 他这个意境啊就是说啊 他在勉励自己 如果你不能够这个心平气和的 非常安静的来思考其中的奥妙的话 就算你领悟了一点点 那就是说拿起半截就开跑的话呢 纵然引物啊也虚佛啊 事实上呢从诗乡下能够做这个繁育要处总结 这篇作品就可以看出确实这个诗乡下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假如我们有些其有这个有意的话 那么你可以把这个繁育要处总结啊 从头到尾好好朗诵一遍 我觉得即使从这个他的字的这个韵味 他的起伏啊 错落有致啊 这个起伏自然 这样的这个文字的韵味来说都非常好 还不要说他讲的好多都是这个围棋记忆上边 非常过精过卖的好东西 好的 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诗乡下的这个繁育要处总结当中的两句 这两句是这样的 拆山立笛虚高一 叫拆山立笛虚高一 那么隔二功姑胜落丹 就像之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 他每一句话后边呢还跟着一个注解 下面呢我就把它全部给大家念一遍 拆山立笛虚高一 他的这个后边的注解呢 是笛高一路而虚 拆山不胜巨头 若比平头则既拆 那么下边一句呢 是隔二功姑胜落丹 他的注解是 凡公逼定玄二路 而逼真仙再拆 以以待劳 甚物被反逼也 那么这两句话讲的是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讲了两 两种形态吧 一种是讲拆山 这个拆山呢 其实我们广大的旗友下旗的时候 我看几乎每一盘旗都会遇到 那么诗乡下所总结的这个东西呢 也不是说好像特别深奥特别精髓 可是呢 它的背后仍然有非常多的延伸 隔二功姑呢 基本上说的是一个在骨骑状态下 一个攻击骨骑的状态 那么这两句合在一起呢 我将会用一个起例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啊 总之我想说呢 就是这个凡育药素总结 它的一字一句 既说了一些具体的技术上 就是围棋技术上的一些要领 一些要诀 同时呢 更好的是它背后的一些延伸 换句话说 它的写实和写意都是非常好的 下面呢 就请大家看棋盘 我给大家挑了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从哪来的呢 就从另外一位清代与诗乡下齐名的 齐圣范熙平 从范熙平的著作 叫做桃花拳当中选的一例 我们来看一看诗乡下说的这两句 说起来呢 这个故事也有趣 就是事实上范熙平 他是比诗乡下年长一岁 那么他做这个桃花拳异谱 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围棋武林的典籍经典 也是非常好的一部著作 可以说是千古不朽 那么他做这个著作呢 实际上这个桃花拳啊 桃花拳异谱 范熙平做这个著作 在诗乡下这些梵域要做总决之后 好多年 我现在记不清了 应该是什么十年 十五年都有可能 就是在范熙平已经 后来不下棋了 已经是大概是六十岁左右 那会儿开始写的 那么在这个桃花拳异谱当中的有一例 我现在就给大家摆出来 请大家看 他讲的是投拆三 投拆三这个棋 我们来看看啊 白棋就是古棋呢 我们理解古人总结的经验 一定不要脱离古棋 它是坐子棋的这一个先决条件 不要脱离他这个环境 那么白棋挂脚 古人的开局都是这样的 黑棋呢 他也挂脚 这是当时坐子棋的一种下法 那么白棋下一招 拆三 这就是拆三 很有名的一招 这在当时很有名 我们现在看上去呢 觉得很平凡 你这刀棋 如果以现在的价值观来说 这刀棋下什么地方都可以 双飞燕 固然 范锡萍说过 棋手双飞 不无太紧啊 他说先下双飞燕 白棋太着急了 太紧了 这句话也是这个内涵非常丰富的啊 不说了 此外你要下任何大赏 当然都是可以的 这些都是可以的 那么白棋这个拆三呢 在当时是非常有名 一度呢 差不多从诗乡下 范锡萍他们平棋的自理行间当中 可以感受出来 在这个布局当中 黑棋这个挂脚 这个风味呢 好像稍稍稍稍 有一点欠妥 为什么呢 因为送给白棋一个拆三 这招棋是非常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此可以品味 但是离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有一段距离 总之他说的是什么呢 拆 就是叫拆三立敌虚高一 说的就是这个形态的这招棋 这个棋呢 拆三是可以的 但是呢 必须对方的位置 比你这个字高一点 虚高一 若比平头 则计拆 就换句话说 如果对方是这样的平头 这个我就随便给他假设一些条件 如果他这个头是平的 那么你这个拆三就有问题 为什么呢 就有点担心人家打入 假设他不是平头 就像这样 他是虚高一 对方的位置高一头 那么 就可以 这个拆三就行 因为什么呢 不怕打入 因为你打入 即使你这有一个子 他也不怕打入 你有打入 由于你这个子虚高一 所以他就有很多手法 是可以处理的 比方说拖 比方说拖 比方说点三三 甚至也可以跳出来 总之呢 诗像下在这就告诉我们 广大的这个围棋爱好者吧 可以这样说 拆三立敌 虚高一 请大家掌握一个一般的原则 虽然围棋盘上有很多特殊的规律 但是一般的原则呢 是说拆三立敌 虚高一 应该是这样下 我们接着往下看 因为这一例啊 范希平挑的这一例也很好 我们用它来说明 诗像下的这个拆三立敌 虚高一 还有呢隔二这个叫做 隔二攻击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自己的间隔 我们接着看吧 请大家看棋盘 那么在白棋加弓之后 黑棋下一招跳 这是古棋当中非常著名的一招 接着呢白棋在大飞 我们接着看 黑棋下一招右上角大飞硬 这个也没问题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 叫做小飞载迅大飞宽 是吧 小飞载迅大飞宽 大飞是当时最流行的 那么白棋这招棋在逼住 古棋的开局就是这样 然后黑棋的下一招棋 就是这个挂角 这个挂角就可谓 隔二攻估圣诺丹 什么叫隔二攻估呢 就是黑棋从这个地方进去的时候 实际上是对这个棋子啊 想要形成一定的进攻 那么这个隔二攻估圣诺丹 就是说什么呢 假设全世界的大厂都没有了 只有这一代的话 那么这个走完了之后 将来一定要想办法抢到这个拆尔 因为你如果不能抢到这个 不能够以待劳的话 要圣 叫做圣物被返毕 就是你要谨慎 不要被人家把这个子占着了 因为这个地方 它关系倒是双方的劳役 但是呢 我们知道现在黑棋在这挂的时候 实际上盘上的大厂还很多 并不是说 这个白棋就一定要去抢这个 或者黑棋下一招就一定要抢这个 总之呢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诗乡下所说的这两句话 叫拆山立敌虚高一 格尔公固圣诺丹 要从这个大的意思上 它的本质意义上去理解它 就很好了 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因为它还有一个有趣的话题 下边呢这招棋的棋力实际上是这样 黑棋下一招也逼住 白棋呢再挂 黑棋 再大飞 接着出现了有趣的一个问题 就是范锡萍在做这个棋力的时候 下一招棋 白棋紧紧逼住 范锡萍有个评价 他这个评价就叫做 这个这招棋呀 这招棋逼住 得局面 换句话说呢 这招棋是此时此刻非常好的一手 这招棋啊 得局面 白棋走了这招得局面 不错 但是我们这会儿如果非常教条的来看 就说几十年之后 范锡萍做了这个桃花拳异谱 他得出的结论是这招棋得局面 但是我们在回望诗乡下 他们比肩的一位 另一位棋圣啊 今天我们要说的主角 诗乡下所说的是叫 拆三立敌 虚高一 若比平头 则即拆 就如果对方这个只是平头 他如果是这儿嘛 我当然就是叫做这个立敌虚高一了 若比平头 则即拆 换句话说 如果对方是平头的话 这招棋是不对的 那么为什么范锡萍反而要专门夸奖 说这招棋得局面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右边这个拆三 当然是拆三立敌虚高一 这没有问题 这边是人家是平头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哦 原来啊 我们对于大师啊 对于棋圣啊 他们的评价 这个一定要争取理解的深一点 多一点 为什么这招棋得局面呢 诗乡下和范锡萍 他们的意见并没有冲突 奥妙在哪里呢 请大家看棋盘 事实上就在于 虽然你是平头 拆三我所害怕的 他的缺点就是打入 但是 由于我这个地方 已经有两个棋子了 这个地方实际上 白棋是非常强的 这个打入 不要说不怕黑棋进来 如果黑棋进来 白棋还非常欢迎 巴不得你进来 从这个意义来说呢 如果我们教条主义的说 哎呦 这个棋乡下说了 若比平头则计拆 我就不能拆这个了 那就完了 有些时候 教条主义比什么都不懂 还要可怕 因此现在再来看呢 哦 说到底 原来啊 诗乡下和范锡萍 他们两位真的是 英雄所见略同啊 好 今天我们关于 凡于要是总绝的 两句话的介绍和这个 品位就先到这 下次我们再见 感谢王源八段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要请上 陈盈初段和王玉辉七段 他们将为我们一起来 讲解第16届LG杯 世界围棋棋王赛决赛 江维杰与李昌浩三番棋的第一盘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第16届LG杯的决赛 是我们中国的江维杰舞段 对阵韩国的李昌浩九段 嗯 那么这两位棋手呢 我觉得啊 他们两个应该是两代人 你看 李昌浩九段呢 是75年出生 今年已经37岁了 那他的对手 江维杰呢实际上是91年出生 今年也就20出头 嗯 应该说呢是 绝对是两代棋手了 我记得昨天也是在准备这盘棋的时候呢 看了一下资料 李昌浩拿第一个实业冠军的时候呢 是1990年 东洋正教杯的决赛 李昌浩三比二战胜了林海峰老师 那是他的第一个实业冠军 嗯 那个时候江维杰还没出生 对啊 江维杰是91年的 嗯 所以说 这个时光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 他能够让两个年龄 辈分 齐力就是 那现在没什么差距的 要到以前来看 齐力差距这么大的两个人 能够在今天坐在一起来争夺这个世界冠军 这是让人很 很感慨的这么一件事情 对 而且江维杰呢 其实这次呢 是首次进入世界大赛的决赛 嗯 而李昌浩呢 可以算是他的大前辈是多次站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 是 是 所以说经验 还有这个各个方面呢 都比他要丰富很多 是 李昌浩呢 就不说以前啊 就是最近呢 也是进了很多次决赛 但是是连续输了七次了已经 对 七连呀 如果这一次要是再输的话呢 就等于是也是创造了一个季度 连续八次拿世界亚军 这个季度估计不会有人破了 那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江维杰能创这个记录吧 是是是 但李昌浩确实是一位很让人尊敬的棋手 他能够得到这些成绩呢 跟他的努力 跟他的勤奋 也真的是分不开的 嗯 但是呢 我记得啊 这个聂老啊 特别有意思 就是在这张台也做过一期节目嘛 就当时呢 也是说到的是李昌浩 因为那天呢 介绍的棋局呢 是李昌浩迎期认输的一个棋局 所以呢聂老当时呢 对李昌浩的评价是 他从神坛上走下来了 变成人了 是是 其实我们今天等会看到这盘棋呢 这个内容啊 也是非常的有趣 我也有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句话 我也有这样的感受 嗯 要是哥以前呢 可能李昌浩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但是这几年呢 他也是 真的是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人 普通的棋手 原来大家不指望他犯错误的地方啊 他也开始有失误了 对 其实另一方面呢 也说明我们这个小棋手的一个崛起 嗯 因为如果不是给他制造了这么多大的压力 是 他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是的 这个是真的是这样 嗯 好 我们先来看这盘棋 一边看一边聊 好 本局呢 是姜维杰的黑棋 嗯 据说呢 这盘棋呢 在开始之前呢 是猜先 姜维杰猜错了 然后李昌浩选择了白棋 这个LGB猜完签以后是可以让对手选的 是吗 嗯 因为说实话 韩国的这些比赛啊 有的时候可以选 有的时候不能选 对 这个甚至于连他们自己的棋手啊 都搞不清楚 你说这个呢 我想起好多年前 我在去韩国参赛的时候 有一个小小的话续 就是也是下LGB的这个预选赛的决赛 我的对手是尹军向九段 嗯 那下完了以后呢 我跟他猜先 我抓一把子 他猜错了 我想当然的就把黑棋拿过来 嗯 然后他就告诉我 说你可以选 你可以选 嗯 然后后来结束完了以后 裁判说是不可以选的 就是猜对了就可以这样 哦 就要拿黑棋 那他这个算绅士风度吗 你可以选 他可能还是比较喜欢拿白棋 哦 好 我们来看这盘棋 嗯 姜维杰的布局呢 比较简单 我在看这盘棋的时候 做准备的时候呢 也回想了一下 最近我们其实讲过不少姜维杰的棋 因为大家可能也 最近一段时间 比较关注围棋赛事的 这么一个情况的棋友们呢 应该对姜维杰不陌生了 对 姜维杰已经连续两次 呃 残怜名人 残怜名人啊 就是去年是 前年是挑战 鼓励 挑战成功 嗯 3比2 获胜 对 然后呢 今年是防守 去年是防守 对 前年挑战 今天防守 魏冕 赢的是 鼓励和孔杰 这两位 我觉得啊 虽然从等级分上来说 他们两位不是第一第二 但是就目前的这个综合的棋力和经验来分析呢 孔杰和鼓励这二位啊 还是当之无愧的前两名 绝代双交啊 姜维杰能够 以这么小的年龄啊 又是没有什么翻棋经验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连续两年获得名人 战胜这两位强手 很了不起 非常了不起 是 在名战的这个历史中啊 他也是第三位蝉联名人的棋手 而且呢 也是最年轻的名人 最年轻的名人 确实 嗯 当然我们最近讲姜维杰的棋呢 也发现了姜维杰直黑的时候啊 基本上开局就这两招 对 没有别的变化 这个可以说 很执着 因为是您讲的这两次名人战呢 我都在现场 嗯 所以呢 我都见证了他这个新小木无有角的布局 是是 当然他像他在什么 精力智能手机杯的维甲联赛啊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比较重要的赛事里呢 只要姜维杰拿黑棋 我看还都是用这个布局 嗯 这确实也很值得 他跟我就下过好几盘 这个棋 看来他确实是对这个布局非常的有心得啊 对 因为每个棋手呢 都有自己喜欢的布局 比如说王老师喜欢下中国流 嗯 一度非常喜欢 那姜维杰确实对这个布局 可能真的是亲有度 对他喜欢这个新小木无有角 我想呢 对这样的一个变化和白棋的一个开局 他都有过无数盘的演练 是 像最近呢 白棋碰到这个局面的时候啊 这个分头还真的是少见了 像十年前这个分头是绝对的一首 大家想都不想也就分头了啊 现在呢 还真的是 我觉得出现频率最多的啊 无非就是这个挂 对挂奖 要不然就不走 对 自己手脚 中国流 下中国流 这个分头反而少了 那今天李昌浩还是开局还是比较传统 比较复古 他可能想 姜维杰不是只有91年出生了吗 他可能对于这个布局是不是不是特别有研究呢 我觉得有可能 我觉得真有可能有这样的思路 就是李昌浩虽然跟姜维杰是第一次的交手啊 但是呢 他肯定也会做比较细致的准备工作 那对于姜维杰最近的棋谱 我相信李昌浩一定都有所越来 不能说 不知道会不会很深的研究 他一定想好了姜维杰直黑会下这样的一个布局 那这个分头虽然在最近的对局中出现了比较少 但是在李昌浩全盛时期的那个时代啊 这就是定势 这个是非常传统非常经典的一部定势 大家都下这 所以李昌浩对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呢 就是分头对未来的发展 他是非常熟悉的 他不用动脑子 他可能想这样的话就比较好掌控一点 我想一定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其实呢 开局啊 也正如这个李昌浩所想啊 在开局的这个应该是前50多首啊 姜维杰的用时比李昌浩整整要多一倍 是的 其实这个也往往是年轻棋手跟就是成年棋手啊 这么一个区别在里面 虽然姜维杰的成绩很好 非常棒 最近势头也是冲得不得了啊 但是呢 我们客观的说啊 他必须年龄在这 他真正下的棋的这个盘数啊 比李昌浩呢差的远了 对 李昌浩 刚才我也是听陈寅介绍了 李昌浩已经拿了17个世界冠军了 对 17个世界冠军 加8个世界亚军 不算不算这一次啊 你想想李昌浩就是他经历过多少风雨啊 是啊 就站在这个舞台上的这个次数和姜维杰简直是天差地别 是的 所以呢 他既然下的棋下的盘数多 那么他对于相关的这些布局的这些套路啊 就非常的熟练 非常的熟练 他根本不用怎么动脑筋 就不用怎么花时间 就能够知道这手棋大概应该往哪下 应该方向是怎么样的 那作为姜维杰来说呢 年轻棋手的弱点往往都是布局 其实布局就是一个熟练的过程 嗯 他下的中盘为什么厉害啊 就是年轻棋手呢 他中盘的时候计算啊 他平时更加的专注一些 做思伙题啊 或者下十秒快起啊 这个他下的多 但是布局呢 他就不是说靠对局量啊 是一部分 还有呢 就是需要一个年龄的这么一个增长 对 一个积累 白旗也是下的 这二间高加其实也是比较复古的 嗯 现在我觉得流行的是三间低加 要不然就直接走到这儿了 是的 真的是这个比较流行 不过二间高加呢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下功的方法 我觉得二间高加比较紧凑 也也好掌握 所以看那二 李昌浩下出这个二间高加了呢 我还是 比较亲切 挺亲切 挺亲切的 但是确实如你所说 三间低加流行的频率呢 可能会在近些年 可能会多一点 黑旗飞压两下 然后再从这挂进来 就李昌浩这样的棋 也肯定是下过很多盘 那我相信二间高加呢 他也一定是有所准备 因为据我所看啊 姜维杰呢 二间高加的队局少 就首先他不加击别人 姜维杰拿白旗的时候 他不这么加击别人 他下黑旗挂这个角的时候呢 他也很少有对手 选择这样的加工 对 现在流行的加工 就是三间低加了已经 我陪姜维杰下过两盘 我陪姜维杰下过两盘 这样的加工 但是我觉得李昌浩 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准备工作 那姜维杰我觉得这事后 如果他真的拿了世界冠军 一定要感谢王老师 因为有了这两盘棋啊 对于他来讲 在他研究的这个 因为他下完了我们棋手啊 他都喜欢做这个研究 无论是他输了赢了 他都会摆 所以这二间高加一定摆过 一定摆过 对 但是这个可是他自己本身 就是个用功的一个年轻棋手啊 这个我倒不敢 如你所说的去呈这会儿功 但是 您不是陪他练过两盘吗 我陪他练过 那也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 那时候他还小 那时候他还吓不过我 现在我吓不过他了 飞压 这是不是必须要冲断 其实爬的定势 以前倒是也有 但是现在很少人下 对现在肯定要 二间高加就是为了冲断 如果你要是爬的话 那这个子的位置 就真的不如在这儿 或者在这里 所以这个二间高加呢 黑棋如果飞压 白棋肯定要冲断 冲断后面的变化呢 实际上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那现在等于说 这个爬的定势就已经被淘汰了 如果想二间高加 起码在这个局面下 在这个局面下 应该是不能爬的 肯定是要冲断的 一定要冲断 短掉 这个靠呢我想 电视机前的旗友朋友们 应该都会知道这一手 对一定都认得 然后特别还想考大家一下 如果长的话 你们准备下什么呢 这个长你比如说还真有 其实在07年那一届 周瑞阳对鼓励的 天元战挑战赛里呢 还真下出过类似的局面 这个长原来都以为是骗招 是不好的 那后来还真有人这么下 那盘棋呢 当然这个正常是打出来 送人家这个妙手出头 是 但是实际上真这么下呢 也未必不可以 就作为白棋来说 也未必一定就不行的一个图 不是上当吗 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根本就没有人下这个长 这个长呢 后来经过深深的研究 你既然提到这个问题了 我们就花一两分钟来解释一下 这个长呢 确实经过后来的研究 还是骗招是不行的 只是黑棋不要去打 黑棋如果打的话呢 白子还可以 他不打 黑棋应该贴 贴这个 对这个问题 在你今天提出之前呢 前不久刚刚有个业余器 有提过这个问题 哦是吗 然后搬完了单接 这个是黑棋最强的应对 只要黑棋这么下 白棋就不好搬了 这要被夹死 对你现在不能长 你长它往里飞呢 这个白棋脚就死掉了 你现在只有去 挡一个 挡它先立一下 那这个还得挡 对必须得挡 一般跳进来的气还是不够 然后它就在飞 像成这样的话白棋就不行了 这个子已经不能跑了 嗯 如果强行的跑 我们可以看看是什么情况啊 第一感是一个弃子 嗯 这只能这样 对啊 这个打吃一个 都是俗手 痛苦不堪 痛苦不堪 打吃 嗯 然后再粘上 对 黑棋就一路避下来就行了 虽然白棋把这四个子 也成功的吃下来 但是周围黑棋实在太厚了 脚的子都撞上了 脚上的木还是不够大 十七木棋 脚上木不够大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这是典型的黑棋的成功弃子的图 当然这个定势呢 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盘棋 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沈先生既然说到这一个 场怎么应付呢 我们就在这讲一个小小的 就是对付骗招的方法 你还真别以为 就是白棋一长 你就打得冲出去 就万事大吉了 还不是这样的 我之前都以为是打得冲出来 对对 因为我真的想正好凑一个这个妙手吗 打得冲出来呢 当年大家可以查询一下 我因为讲过很多棋 脑子里还记得 就是鼓励对周瑞阳在07年的 天然战挑战赛里的第二盘 还下过 对下过 然后黑棋 白棋一长 黑棋就是这么打得冲出来 打得冲出来不是最好的下法 虽然那盘棋 鼓励最后还是赢了 但是他这个局部定势 他没下队 那就是这样下呢 黑棋 咸二一剑的会更好 对 这个贴了 贴完了半战是好奇 我今天也学了一张 是 今天你也是 很有收获 突然间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啊 因为就是这个长嘛 我就想这不是教科书的一手吗 被人打得冲 对 这个长呢 确实还是不行的 但是如果你的对手 真跟你长的话呢 你也要会下 你也会 给他造成损失 单长还是 堂堂正正的一手 然后黑棋是斑的 不过以前的定势也都是长的 就我来看 我觉得黑棋还是长算 然后白棋就这么飞一个 马上一人走一个 对 然后现在白棋大概拆个二 拆个二 黑棋挂脚 这样会形成 非常传统的布局 这个布局真的是 我想对于白棋来说呢 没有什么不满的 因为现在贴六木板的时代嘛 贴五木板的时代 这个棋就经常出现 现在多贴了一幕 其实对于李昌浩来说 大家也都知道 李昌浩的棋风呢 是非常善于后半盘的这种 大家长距离的这么一个竞赛 他的后半盘也是非常的细腻 哎呀 现在真不行 我现在说这话 我自己都有点没底气 我觉得真的是十年前 或者更早一些的时候 因为李昌浩就比我大一岁 我们小时候 看着他棋谱长大的也是 觉得他后半盘 真的是无懈可击 连半木齐的这种次序 他都不会忘了叫话 半木齐他都不会错 现在在后半盘 你真跟他下到关子的时候 甚至于你也可以等到他的失误了 这个就是 可能真的是没办法 时间的力量 我记得去年 古力在三星杯决赛 就是他输给袁胜珍了 古力第二盘棋他是赢的 那盘棋赢得非常危险 他在优势的情况下 他下得特别撑 最后大龙差点死了 陈妍还有印象吗 有印象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棋不是挺好的吗 你干嘛非得去这么拼呢 没信心的表现 没信心的表现 或者说信心变弱了 因为这些年 古力的对手 已经逐渐的从这个70年代的对手 转向了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对手 真的赢他的 大赛里抢他冠军的都是80后90后 所以他在长时间的面对这种年轻人的冲击下 连古力这样的年轻人 他也逐渐觉得 如果真的是跟别人拼后半盘 自己没有那么强大的信心 我在想既然古力都有这样的感觉 那李昌浩还比他大好多好多 对啊 还是70年代 古力还是80年代 李昌浩一定也有这样的感觉 其实这盘棋我们越往后看 也越发的会发现 李昌浩不是没有赢的机会 他是有的 可是呢 他这个心理上 拼得太猛了 对 他拼得太猛了 他心理上非常的不够安定 就是起伏很大那种感觉 所以他不是佛了吗 是变成人了 是 也挺好的 其实变成人也挺好的 梳了几盘棋嘛 毕竟从人生的角度来说 也就是几盘棋而已 这些年他结了婚 太太也快生孩子了 就是他在享受一个人 活在这个人世间的这么一个快乐 以前那真是高高在上 人们都把他当成佛来看 实佛嘛 对 那不会犯错误 不会犯错误那时候 他说实话 他的人生呢 可能从正常的角度来看 也多少 除了棋以外就没有其他了嘛 也多少是有些可惜的 对 有点遗憾 好 我们接着讲那盘棋啊 这盘棋呢 姜维杰选择的定式是斑 这个斑呢 首先我们得先说啊 白棋是不太能断的 这个白棋如果真断的话呢 是有问题的 这是黑棋卖的一个破绽 通常好像我们有一些 比较喜欢战斗的棋友呢 一定是剑断就要断了 对 这个地方确实是白棋有心情去断 然后粘哪个呢 只能粘这个 如果粘这个的话 他一尝 黑棋就可以把白棋吃掉了 对这个子就动不了了 只有粘 只有粘的话呢 黑棋这个没办法 黑棋底下打两下 嗯 那我尝 嗯 爬两下 再爬一下 这个白棋都得尝 做好准备工作之后呢 黑棋这个贴很厉害 对我感觉这边就要动出了 这个贴很厉害 贴你只有斑 打吃 然后这个只有跑 再打吃 再跑 这个好像也只能粘嘛 跳 跳 跳你大概是冲或者提 提掉 嗯 如果提掉的话 他就有可能去飞杀 这个 你大概只有冲 只有冲他扳一下 你再提 他接上 然后再活脚 嗯 挡住还是跳 嗯 差不多 你挡他可能扳接了 就算这样吧 嗯 就跳出去 这个定势呢 在当前的局面下 白棋不肯 白棋亏了 黑棋这边的配置也还不错 这边的头也跳出去了 白棋就是一个小角 像这样白棋不满意 所以呢这个断 黑棋是不怕的 他扳的时候呢 他得先想明白 这个断怕不怕 如果断 白棋直接就可以成立 那他就 那就不能 对这个 扳就被怕死了 对 对 所以呢 他这个地方 扳的时候 白棋也 也没有别的选择 然后再冲 嗯 这样的 他也没有别的选择 他就退 那这个退的话呢 下场实战的这么一个结果 就几乎是必然的了 火 然后费一个 然后再贴 白棋跳出来 这个跳 好奇 这个跳很冷静 如果要是退的话呢 那可能 黑棋就会挂进来 跟白棋进行作战了 嗯 这个跳呢 看上去这地方形状 被他挖粘一下 白棋的形状稍微有点松 但是白棋在这就 走厚一点 走厚一点 走厚就避占了 就 你黑棋厚了 白棋也厚了 嗯 然后黑棋再挖粘 是 下场这样的话呢 就我们在这个局部可以先抛弃一下 我觉得 实际上黑棋损失还是挺大的 对 当时呢 看到这盘棋的时候 然后我在跟棋友嘛 也在网上也在交流 然后大家普遍认为呢 还是喜欢白棋的比较多 嗯 是的 是的 刚才呢 那个就定式原始形状 黑棋长起来再搬的话呢 是一个基本性 嗯 现在黑棋跟那个图相比呢 就是黑棋中央多了几个子 确实变得厚一些了 但是就我 个人的这么一个喜好来说啊 我自己的判断 我觉得这个后市很难发挥 因为白棋这边有一个头 这边有一个头 已经这边的发展面已经注定了 嗯 而这边几个子呢 白棋又非常的厚 就是黑棋这 这道后市 对两边都不太可能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那这个后市的价值将来从什么地方体现出来啊 实际上对于黑棋来说 还真的是一个小小的难题 因为这种东西 如果下到后面不发挥的话呢 前面的实际这个差距啊 怎么弥补啊 这下到后面还是要数空的嘛 对 自己的后市呢 特别希望遇到对方的孤体 是 这样的话后市才有用 是 我觉得这个定势下完了以后呢 替姜维杰稍微捏了一把汗 因为这个棋已经逐渐的感觉 有点说是要走进这个李昌浩的步调 嗯 都很坚实 然后实际呢 又有少许的领先 但其实姜维杰的棋风也正是如此 他就喜欢把棋下后 也有点后发制人的那种感觉 嗯 对 姜维杰非常喜欢把棋下后了以后去杀别人大龙 对 我就看了好多他的棋啊 他就是 或者行事有利 有的时候或者是不杀不行了 反正他就是早早就憋着要杀你大龙了 他这个可能也确实比较有信心 但是如果现在说到要杀白棋哪条大龙的话 那是看不到 对啊 真是看不见目标啊 对所以就是说姜维杰他的棋也确实如你所说 他可能也比较喜欢把自己走后 嗯 比较走后 然后再憋着 继续完力量以后 再憋着什么时候把这拳头打出去 打出去对 可能是这样的 看看这个他怎么利用这个后势呢 嗯 他一定会从这边逼 因为这边的后势 如果不能够在这边做点文章出来啊 这个棋肯定是发挥不出来作用的 嗯 所以挂完脚以后呢 这个B是必然的这么连贯的一个招法 嗯 普通的白棋也就拆个二算了 但是这个时候为什么他要撞上去呢 嗯 这个棋说实话啊 如果是我来下白棋 很可能凭着经验去下棋啊 就真的就下个拆二了 对啊 而且人家这边还比较厚 如果你撞上去被人一打入 是不是这个后势就能发挥了呢 嗯 我在想啊 就是李长浩的这个状呢 可能对于黑棋打入的这个准备的 这个心理准备啊 做的不是很足 他可能还在想黑棋会简单的搬和退 这样的一个下法 对于白棋来说呢 白棋的如意预想图肯定是这样 对手搬了力是最好的 哦 那这样 我管一下 我想黑棋一定不肯了 对 如果真下成这样的话 黑棋最主要的不肯是落后手了 这边就白棋下了 白棋再加一个 对 就加在哪都可以 如果这么下的话呢 黑棋是不满意的 那作为这个打入呢 李长浩可能心理准备 不是很充分 但说实话 这个打入呢 也是一种非常规的手段 因为黑棋已经意识到了 在这个地方是不能落后手的 我们倒不能够只要呢 说黑棋一打入 白棋在这个地方就没有硬手了 就不好下了 这还真不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黑棋也意识到了 刚才那个图呢 落后手是不行的 局部 黑棋很满意 白棋也不是很厚 然后黑棋空也挺多的 但是关键落后手不行 对 现在全局呢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急锁 大家都要争的一个点 所以呢 争取在这边获得一个先手 很重要 这个对说法都很重要 然后白棋这个斑了顶呢 是对付这种打入的啊 是比较常见的手段 嗯 斑了那横顶 那在这个地方是不是 黑棋对于这个子也已经不好动了呢 嗯 有点难度 一般来说第一感是长 但长的话 被白棋把这个子吃掉了 这个黑棋不行 如果你感长的话 它打了一天 这边的手段刚好什么都用不上 对 这两个子就这么死掉的话 这个黑棋不能接受 有的下法说可以往下蹲 不过这时候往下蹲 还是还是稍微有点勉强 往下蹲白棋就跟着搬 嗯 白棋 白棋可能就搬长就可以了 反正这个棋呢 它实战的这个力 也是比较 比较正常的一种硬法 对 这样比较简明 它就可以看到自己 就可以抢一个先手 对 关键的是这个子没死尽 这个子以后它还是可以动出 长长的顶上搬过 这个动出是很容易的 刚才如果真的要往下二路蹲呢 会有点复杂 但是感觉上黑棋的作战非常勉强 不怎么乐观 可能黑棋就是想先把先手抢了 反正这边的味道啊 我再慢慢的瞄着你 是的 白棋打入 对于黑棋这四个字 所形成的这么一个阵势啊 白棋的这个打入是非常常见的下法 哦这个打入啊 因为我怎么觉得在我印象中 看见这样的一个形状 我都是拖进来或者是 打入再点三三还是直接点三三 打入再点三三 打入再点三三 如果直接点三三的话 这个效果呢会差一些 黑棋跳 你拖反正它就护住这样 这个会差一点 它这个先打入完了以后呢 它是期待你盖的 对 好像通常形状我们的第一杆 也都是先把白棋压入再说 对 如果你是靠压的话呢 它再点三三 这样的话呢 对于黑棋来说效果不如刚才 那我可能还得挡这边 黑棋还是得挡 对因为这边宽了 然后爬过 你接上 它立一下 哦 你大概会跳一个 嗯 下场这样的话呢 黑棋最不满意的原因之一啊 就是除了被黑棋 除了被白棋掏完脚以后呢 白棋这个字很有用 这个是令黑棋几乎是无法忍受的 以后黑棋再想尝出这个字的时候 就不是那么舒服了 它压 哦 爬不过了 它可以连扳 就被扳了 这个是对于白棋来说呢 就是活脚之外 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这个字非常帮忙 你再扳它也连扳 这个黑棋局部不舒服 对 可能最后只能从这边强行扳过 别看黑棋这边多了两个字 嗯 所以黑棋呢 确实没有心情 它主要没有心情采取这样的一个定型的方法 否则正常来说呢 应该是第一杆都是靠牙 嗯 这个地方呢 局部的定型的 像定式类的下法 就是扳牙 走成刚才那样以后 白棋一跳 然后白棋再考虑这边的大路 局部是两分的 可是考虑到这个形状的特殊性 黑棋也不愿意 所以全局还是不太满意 扎钉 实际上这个 非常少见的意思 这个扎钉也少见 也少见 一般来说啊 黑棋的硬法呢 就是除了扳牙 如果扳牙不满意呢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硬法 就是走这个 这个也是很常见的 白棋呢 点三番 这个在很多高手的对局中里呢 都曾经出现过 然后就管住了 打吃完了以后 白棋接住之后呢 黑棋马上接 黑棋可以马上接 这个在职业棋手的对局中 经常出现 那白棋是不是就这么出来 对 白棋出来 然后黑棋跳 然后白棋也跳出来 嗯 然后 然后就这样下 但是今天这个局面呢 如果黑棋真这么采取 这种定型的方法呢 可能也不太满意 白棋顺势把这个补一下 在进攻你这边 嗯 这个黑棋可能确实也不太满意 总之来说 白棋这块棋基本上已经活了 基本上已经活了 就这一块孤棋 如果说想要遥远的这边的后视发挥作用 发生出这么一个协调的功能啊 也很难 对 一般来讲啊 大家都经常说啊 一块孤棋不算孤棋 两块孤棋才是孤棋 因为这样会被人家缠绕攻击 对 我觉得这个姜维杰在这肯定是动脑筋了 就是像白棋一打入 黑棋这个杂钉啊 它是长考的 这是刚才陈妍也说过 这个棋呢 在布局阶段 江文杰用的时间 是远远的比他的对手理常好要多 他就一定都在考虑这些变化 我们摆的呢 只是冰山一角 所有的变化里 他脑子里闪过了变化 我们只能摆出那么一两个 给大家看一下 基本性 实际上他脑子里想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然后还要判断 还要比较 职业洗手 确实下一盘棋也挺累的 要在众多的一个定型中选择一个正确的 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还是 还是在布局阶段嘛 年轻洗手跟像李昌浩这样的 这样的大骑士呢 还是会有一些差距 像实际上 我觉得他选择的这个扎钉啊 估计也是突发奇想的一手 这时候是没见过 真的没见过 但是呢 有一点值得肯定 就像这种扎钉呢 一般来说呢 是前人没有下过的棋 也算是比较冷门的这么一步棋 作为姜维杰这样年轻的棋手啊 他敢于在这样的舞台上 世界比赛决赛的舞台上 他敢于下自己想下的棋 就是前人没有走过的棋 这个本身就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事 说明他的心态非常好 他的心理素质很好 他对自己的自信也很足 就是前面人没有下过的 未必就不是好棋 未必我就不能下 对 就是他完全在展示自己的 这样的能力和想象力 有这样的一种棋 下的棋板上 本身这个气魄就是值得肯定的 确实姜维杰有成为 大骑士的这么一个潜质 不管是他这一次比赛 能不能够获得世界冠军啊 其实我还真的觉得 从眼前来看确实非常重要 但从长远来看呢 只要有这么一个机会展现自己 尽情地展现自己 以后拿世界冠军迟早的事 对 而且呢 其实这次ROJ杯呢 姜维杰是从预选赛打起的 很了不起哦 是啊 很了不起 然后在本赛中呢 对手都是韩国棋手 一路过关斩将 其中有什么袁胜珍这些都是 袁胜珍金智希 对 就是在韩国呢 穆珍硕 在韩国都是非常厉害的棋手 其中袁胜珍刚刚是战胜了鼓励 拿到这个3000倍的世界冠军 确实姜维杰很有实力 是啊 在这个比赛中呢 都是姜维杰的手下败将 而且呢 说实话 我们都特别希望姜维杰 能拿这个世界冠军 因为经常关注我们 比赛的棋友们也都知道 在2011年的这个 中国棋手的外战成绩啊 其实不理想 连续四次跟韩国棋手的这个 在世界比赛的这个 对话中的都输了 只有 朴文瑶在这个内战的这么一个比赛里呢 赢了孔杰 拿了LG杯的世界冠军 就是去年的LG杯 所以真的是我们特别希望姜维杰能赢 对那是 而且呢 王老师还有一个比赛 嗯 是看姜维杰能不能获胜 就是 所以如果姜维杰获胜的话呢 应该是金力公司呢 会继续赞助世界冠军争霸赛 是去年呢 2011年的7月份 是第一届 由金力公司赞助的 叫金力智能手机杯 世界冠军争霸赛 是朴文瑶鼓励孔杰三位 在10年度拿个世界冠军的人呢 去下这个比赛 对 那如果姜维杰不能够赢下这次比赛的话呢 也就是说我们去年在11年度啊 我们没有一个世界冠军 对那这个比赛就办不下去了 那这个比赛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这个说实话 我也跟金力公司的沟通过 他们也确实很希望姜维杰赢 这个比赛还可以继续办下去 只要有一位骑手拿世界冠军 就可以办成挑战赛 对 那有两位呢 就变成对抗赛 三位就是争霸赛 这个就是可以操控的 很不错 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姜维杰毕竟还是很有希望的啊 好我们来接着回头来看这个棋 对所以至少呢 他占有了这个天时地利人和 他占有了人和的优势 中国的人和 对啊中国的人和 这个比赛在韩国期守 韩国期守还是希望李昌浩赢的 李昌浩毕竟也七连亚了 就是他身边的人也都希望他赢棋 嗯 围棋比赛呢 就是这么残酷 反正所有的经济体育也都这么残酷 只有一个冠决 对 也没办法 嗯 这个打入比较有意思 这个打入就完全要求两点见合了 嗯 因为黑棋呢这边比较厚 黑棋不大可能从这尖 再从这尖这个太重复了 对而且白棋的这个选点也是他偏哪边啊 人家都可能从另外一边逼 对 虽然是脚比较厚 但是他打入到这儿的话 那肯定的 我想黑棋可能还是会下这儿 那肯定的 肯定是这样 那他这个选点很有意思 就要求两边 要求两边 你要是尖的话 他跳了一天 这边也很容易做活 你肩 他肩这个 跳一下 跳 然后挡住 虽然这个棋型稍微有点难受吧 但是也确实是 这边比那边要薄 对 然后压出来 这压坏气 嗯 坏气啊 这个压是恶手 这不是必然的一手吗 嗯 等会我们会具体介绍 实际上呢 为什么说一开始看布局续盘 替姜维杰捏一把汗呢 就从这个压开始啊 这期真的进入李昌浩的步调了 姜维杰连续 多少手机都没把局势搬回来 嗯 这个棋压呢 你看白棋一搬啊 黑棋发现坏了 对 黑棋不敢断 对 这个断的话 我觉得太难受 我被上面拍一下 拍一下 到底粘还是不粘 只有粘 然后再贴过来 如果这么定型的话呢 白棋做活这边的同时 还把这个字给牢牢的控制住了 这棋黑棋就完了 就再也不会有机会了 对 这边的后事 你还指着它发挥 全都作废了 嗯 但你不粘也不行啊 你这个打吃太委屈了 你先手提一下 你还得补齐 那人家还是可以连回来 你供了半天 就全都供到二路去了 等于说被扳 被扳的时候 你就真的已经不能断了 你要断被便宜打吃 这个粘与不粘的都不行 它实战只有长 对 长出来 实战只有长 那不是对这三个子也有间接的威胁吗 那这时候除了压还能下哪 两种下法都比压好 一种就是你干脆飞的 你飞的话它也会尖出了 它这个子也不会这么死 但黑棋肯定不会挤 你肯定不会去挤这一下 而且如果它真敢尖的话呢 你这连贴两下都是先手啊 这个连贴两下都是先手 这个不得了 挤完了以后就只能贴一下拐一下就先手了 连贴两下是先手 然后这一照的话 我都快死了 对 这个白棋还是很危险的 非常危险的 所以你如果飞的话呢 白棋未必就真的敢马上就尖出 白棋很可能会先走别的 那你将来要想补的时候 你就花一手机把它补死就完了 你本身走在这的话 你不也要花一手机把它补死吗 这是第一种下法 就是飞一个肯定比靠好 好多了 还有一种就是你可以尖 松一点 你尖一个它也不好重 这个会被人家借用吧 人家冲断呢 会有这个担心吗 有可能 但是眼下这个局面黑棋不怕 黑棋往外尝 因为白棋上面太重了 对 这边太薄 黑棋这个鸭 鸭后底下都是先手 在这个局部 白棋外上执着地跟黑棋 死拼 白棋风险大 实际上从这个鸭之后呢 白棋一般黑棋只有长 白棋接回来 从此之后连续七八十手 平安的这个姜维杰呢 都是落于下风气 都是落于下风气 它现在啊 因为这边时空损了 好像必须要盯着这三个字 开始攻了 先刺了一下 它这个肩呢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松的形状 因为你下一手 你没有什么手段 可以对白棋这边 发起严厉的攻击了 跟刚才就是那个 不挤这个 跟刚才贴两下 再一罩 这个力度差太多了 我们看看白棋怎么防守 白棋跳出来 对 这边肯定没有危险 它不敢再拖先了 这边没有危险 然后黑棋这边得动点 得想点办法了 如果一点棋都没有的话 那现在黑棋主要实地有问题了 白棋把这边打入了 把这边又搬出来 等于什么收获 黑棋都没有 所以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 黑棋这个 加上一开始 这个定势也是所低的 对 这个时空就开始有损了 黑棋现在全局都控不足 搬 搬一个 不过这个地方 白棋确实是 差了一手棋 对 这个白棋有点薄 白棋它实在 那个打吃呢 算是比较稳健的下法 它如果吃这个 那人家就吃下来了吧 对 如果真这么下的话 吃了立下来 你再吃 黑棋吃了打上来 这个毕竟白棋全局薄 你要吃开节的话 白棋也很有风险 感觉这三个子 还是跑不出来 那这种地方呢 说实话是 李昌浩他的判断力 非常强的地方 他知道 别的地方占了点便宜啊 这里吃点小亏也没关系 这个二路打呢 是好棋 二路打你就只有接了 他爬过 然后再把这个子 再顶出来 对这地方黑棋顶的时候 白棋也很冷性 白棋就有一滴 那这地方看上去呢 比较委屈 都跑到二路去了 但实际上 黑棋也并没有什么 实质性的收获 那不是把这个白棋 都压到这一二路 对啊 但是白棋毕竟都活了 而我们看黑棋 在上面走的这些棋呢 心情是很好 把黑棋 把白棋压扁了 但是实际上 实质性的 木属的收获还没有 这个是黑棋 始终需要注意的地方 对 自己没有增长 但是是不是压缩对方 也算 贴一个 因为白棋本身就比较薄嘛 白棋在这 他不求为多大的木 他就求活 只要他活了 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个客观的说 从现在开始呢 黑棋是下风棋 黑棋的实地不足 那唯一好像 黑棋就是说 可以欣慰的一点呢 就是白棋这块棋 他也没有活干净 我以后呢 可以借助着 攻他 可能能找回一些木属 也许是 但是你刚才也说过了 一块姑旗不算姑旗 是啊 所以就看看 姜薇姐有什么好办法 飞是全局最大的 这个肯定得飞 再不飞的话 这个全局实地的 这差距就被拉开了 这个棋不能直接点脚吧 点脚人家会挡下来 对对 那外面太薄了 那你的厚薄上的优势就没有了 白棋这个斑没必要 我觉得啊 白棋这个斑呢 这几手棋交换啊 跟黑棋飞进来交换 木属上有所 有所小亏 怕人家点吗 这个点木属不是很大 就是如果从木属角度来说 白棋应该守这个 跟他让他飞 然后让他 对对 这个木属大 白棋可能 这个李昌浩是 他的特殊的均衡感 他可能觉得 这地方木属小亏一点 没关系 可以让黑棋稍微变薄一点 将来上面有可能 能点到一下 哦 他可能看中这个点 这可能是李昌浩的想法 但实际上 然后去 飞进来 对 就是这个斑和这个 飞相比较呢 木属上白棋还是 稍微吃亏了一点 嗯 飞 然后黑棋飞之后 白棋立这个 他这个非常大 这个立完了以后呢 黑棋肯定不好意思 马上跟着挡 马上跟着挡 就被便宜了嘛 但是如果没有这手棋呢 黑棋其实整体啊 还是有点薄的 对 一会儿白棋如果往这边跳一跳 如果黑棋赶不过先的话 他跳一跳 可千万别黑棋跑奖上奏火了 是的 是的 所以这个斑也很大 黑棋在这个地方下的还是要防守 要防守 他要继续走后 继续瞄着白棋 白棋这个力本身也很大 白棋这个力本身对奏火这块棋呢 也有了非常大的帮助 嗯 斑 然后白棋在这儿要补提 这个还有老老实实接上 接上完以后 白棋才算真正安全的活棋 嗯 你打一下 白棋拆啊 这个拆应该是 最大的 封盘的最后一手 这个时候呢 呃 我们中国棋有了 好像整体的一个判断啊 是为姜维杰捏了一把汗 是 觉得开局 似乎黑棋有点不利 有问题 这个 现在主要是地不足 白棋一块一块都活了 就这块棋 这块棋 那出头也很畅 局部的眼位 这嵌着冲啊 也很丰富 这确实有点难举 感觉上黑棋有点难举了 所以黑棋要抢空了呀 这白棋都抢了 这个黑棋是不是必须得 把这三三也抢 这个必须得抢 但尖的时候呢 白棋下一手棋是大恶手 白棋下一手棋大恶手 他实际上点这个 这个点呢 给人一种手筋的感觉啊 对啊 然后还可以从这边爬回来 我想这不是先捞着木 然后同时呢 让黑棋整体变薄 牵制着 黑棋不敢这个 放手去攻白棋 但是白棋这犯了一个 什么错误呢 就是首先啊 这两手棋 对白棋这块棋的 活棋来说意义不大 对 白棋这块棋已经活了 只是木数 那他在这捞了点木数之后呢 跟黑棋这个字交换 黑棋这个字 实际上很有价值 下一手棋一震过来之后 黑棋中央的这个潜力呢 这个木数的价值比这个大 嗯 那就这么说呢 白棋就跟着跳就得了 嗯 但跟着跳这时候也不好意思 那个飞太大了 如果白棋不能争到那个挡呢 白棋实控上的优势 就当然无所 对 白棋如果这个时候 被黑棋飞进来的话呢 那他抢了这个意思就不大了 嗯 你不能争到那个挡 你木数上是没有优势的 所以他还是得挡 那我们换个角度来说呢 实际上白棋这个时候 如果想在这下棋啊 第一 第一当然就什么都不走 直接挡就完了 直接就把他挡上 挡住很好 黑棋没这个子 第一手棋也不能振过来 如果说真的想在这交换啊 就拐这个是最好的 拐这个 那就对自己的眼型好 拐完了以后 黑棋局部不能活棋 黑棋也得补这个 那么白棋再回过头来挡 这一个子的价值 比这两个子的价值 大得多得多 对 那肯定我们大家也都能看明白 你以后再振啊 就是根本就是后手 对啊 我可以活到脚上去了 嗯 你甚至脱线都是活的 白棋实战这个点呢 看上去在局部是手筋 实际上是大恶手 把自己整体给变得更薄 对这个是李昌浩 真的是状态下降的 很明显的一个地方 要他在全盛时期 他不会下出这样的恶手了 活棋上再加一道 有什么意义啊 那不活的棋就变得越来越苦了 嗯 应该说将一些虎到这儿的时候呢 白棋再挡啊 然后再一震 应该说这个时候 黑棋看到这个追赶的这么一个希望了 双方的差距急剧的缩小 嗯 白棋再挡 现在黑棋呢就开始经营中间了 对 好像确实 黑棋掌控的地方也不多 只有在这儿 只有在这儿 这个确实是先手 然后再在这儿碰着 这个时候黑棋中央的微多大呢 肯定是胜负的关键了 但是这个棋下到后面 出现了这个令所有人的雾灯口袋 想不到的这个变化 嗯 我们拭目以待啊 好 然后扳 这个扳的顶呢 看上去是俗手 对 我觉得我当时看 然后在想 哎 为什么要顶呢 这个直接压一个不好吗 直接压过来 我还保留着粘先手呢 但是压 压它吃完了 它吃一个先手 可能直接扳起来 吃一个 扳那我提还是先手啊 弯在这儿 直接补上了 它现在 它现在这个 看上去是俗一点 但是它就阻止你一手气扳起来 你现在扳的话 它要切断 它断 嗯 它不要让你扳 这个地方 姜月杰下的还是挺紧凑的 把你从这个地方煎出来 嗯 煎两下 嗯 一起煎这个 对 这个时候呢 很多棋手的第一杆 实际上还是飞 但是姜月杰这个煎是对的 这个煎一手气 就已经十三四目的加持了 比围冲箱大 嗯 因为飞的话我在想 同时我这不是保持自己联络吗 嗯 然后这时候白棋把那几个交换掉 嗯 客观的判断形式呢 虽然白棋下出了这个坏棋 黑棋中央呢 也看上去要为不少的木啊 那实际上这个时候单纯的从木树上来判断呢 仍然还是白棋优势 还是白棋优势 还是白棋优势 因为黑棋一直都没有下到木 只是在最近中央开始一些追赶的步伐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还是白棋优势 那这个斑其实对于姜月杰来讲非常的考验 对 考验神经到底要不要断 嗯 他现在断断的话可能有风险 白棋长这个都是线手 这边有个头了 对 有头了 像这种棋姜月杰如果能断的话 他毫不犹豫就断了 李昌浩也是只要有风险 他就不会去搬这样的棋 那其实说明这个姜月杰也很能等待嘛 很能等待 因为毕竟这个时候差距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黑棋中央还是起了不少木 我们要是退回十几手前 没有点这个的时候呢 比如说白棋拐跟你一个交换 这个阵是后手的话呢 黑棋想为这个空那是难上加难 嗯 现在毕竟黑棋在中央 围了一块二十多木齐的一个空 这个双方的差距才急剧的缩小 对 所以说呢 就又一次回到我们刚开始的话题 要是在以前呢 李昌浩的全胜时期 哪怕他只有只有一两木齐的优势 他也会非常沉着的 会非常沉着的跟你炮关子 因为他有信心把这个优势保持到最后 现在李昌浩在韩国国内啊 这个半木败啊 或者说最后一点点出失误 输掉的这么一个情况呢 也是越来越多 所以就李昌浩个人来说 他对自己后半盘的这个能力啊 也是越来越信心不足 所以我们后来才看到李昌浩这个棋拼的就是特别的凶 拼过头了 现在这个段我觉得段是好棋 因为我记得我昨天看到这个段的时候 然后就看这盘棋的时候 然后就说这个段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黑棋很难受啊 考验你神经 你尝的话 我还怕人家直接就尝出来 直接尝 直接尝 直接尝倒是应该有风险 直接尝他就 比如说听那边贴出来 嗯 对于白棋来说肯定还是在优势状态 他没有必要去这么拼 毕竟这个地方感觉上还是黑棋子多 他这个这个稳健的跳呢 其实可以解读出语言 实战白棋这个跳应该可以解读出 确实白棋还是有信心拿下这篇棋 李昌浩这时候是有信心的 飞一个 飞 穿一下 对啊这个地方还只能忍耐 只能忍耐 实际上以后白棋比如说补回来你跳 这地方也就二十目多一点 二十目多一点 不足以让黑棋把局面就是这么快的逆转 真正的这个高潮呢 就是发生在马上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棋啊 也就是局面的 局面的接近尾声了 其实现在白棋粘这个 这个是最大的关子 要正常的角度来看呢 肯定是收关的棋 这棋不再下个150首肯定是分不出胜负 最后也就是谁输个一目两目的 最多是这样了 突然间在这里啊 就是用我们老北京的话 就突然间有一方就掉链子了 真的是完全就琢磨不透 怎么会这样呢 这棋不下了半步胜负 怎么会分出胜负呢 不会下完的呀 我们看啊 这棋很神奇的地方就出现了 姜维杰现在突然间啊 意识好像不知道灵感一发 就觉得如果我冷静收关的话呢 可能不一定够 所以呢我 我鱼死这样呢 我还不如来到鱼死网坡 我跟你拼了 我们看姜维杰实战走完了以后 团这个 这个真的是露出猙獰面目的 这么一首棋 是我当时看这首棋 我特别惊讶 我说啊这棋怎么会下在这呢 要吃人 不会是棋谱摆错了吧 真的有这种觉得 对姜维杰这首已经不装了 就是完全就是要吃人了 但是实际上呢 这首棋也是假棋 假棋啊 实际上是假棋 白棋很容易就把这首棋化结了 白棋现在只要在这一坐就完了 白棋只要在这一坐 这块棋是绝对不可能死 而且一点风险都没有的棋 这个是我想李昌浩 我想李昌浩这首肯定独秒了 他没有看到这首棋 否则的话他一定会这么下 因为黑棋这首棋 是近乎单关的一首棋啊 黑棋里这首棋 和白棋交换 黑棋是亏的 对 其实黑棋就是想点这一下 等你活点一下 对 如果李昌的话 白棋搬毡完了以后 在这一坐很轻松就活了 活了的话 黑棋还是要输一点 客观地说 还真的是要输一点 后来李昌浩怎么办呢 李昌浩先活 然后搬一下 对 我觉得李昌浩在这 他要不然就是真的觉得 自己活了不赢 他就是还是要活的 最大的这么一个范围来活棋 是活了不赢 他可能觉得这么缩的活还委屈 还怕不赢 但实际上呢 这时候确实白棋有点危险 白棋有点危险 是 我还以为是这个李昌浩 根本就没有想过 这块棋会有生命危险 像点这个时候呢 李昌浩下一步棋 这个尖也让人琢磨不透 这时候呢 应该意识到 确实有危险了 应该淡尖 如果意识到的话 真的应该淡尖 保留着我这些的种种先手 因为这个有可能是先手的 以后 当然不是直接走了 比如把你冲动了以后 回过头来沾 紧住你这一口气 真是有可能是先手的 如果是这样下的话呢 还是不容易死 但是已经不如刚才做活那么清楚了 对 现在已经有点不太简明了 这个煎完了以后呢 还是没有 还是说没有完全绝望 但是确实有点风险了 李昌浩这地方 可能还是低估了姜维杰这种杀力和杀心 姜维杰是一个杀心非常重的人 看你有不活的旗 她是真的一门行走跳来吃你的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呢 白旗还是有希望做活 要再一尝 对 白旗这个跳呢 是接近于拜招的一首旗 跳完了以后被黑旗一团啊 就算活也要付出代价了 这时候要下的话 当然应该小尖 这个小尖是本型 小尖的话 如果你要是强杀了 他贴 对那这边的话可能就有点 对 因为白旗这个团是坚守 白旗就打吃完了以后一团 就很容易就活了 这个还是可以做活的 但是如果这么下的话呢 已经不如开始了 你现在肩的话 就我们把黑旗跳 比如说让白旗就这么连回去 黑旗补一个 这个时候已经变得比刚才细了 白旗不一定赢 白旗不一定赢 对啊 这个字好像在嘴里了 肯定应该挡嘛 肯定应该靠嘛 这样的定型 白旗已经不一定赢了 但是怎么也应该这么下 也还没有输 虽然亏了一点 也还没有输 那这个跳呢 就有点像 真的是像白旗 这时候姜文杰团一个好气 又一团 我估计是李长浩 在这个独秒的时候 忽略了这手气 没有注意到姜文杰 有这样这个鱼形的妙手 这真的是好气 这两团 很经典啊 这个就是姜文杰 在世界比赛的决赛里 下出这两团 来吃掉李长浩的大龙 这也很厉害 现在白旗 最后的生物 是应该走这个 走到这儿还是有生物的 但是走这个的话 这个应该也输了 黑旗就冲完了斑 把这个子吃下来 然后再补 这个时候白旗 等于是虽然活了 但是是最差的一种活法 但后来的实战呢 直接他跳这个 被姜文杰妙手 在这儿依靠 这旗直接就没有生路了 突然间大龙死亡 这是所有职业棋手 都没有想到的 什么一个结果 他只有结 如果现在一冲的话 他回到尖 就直接死了 死得很清楚 那后来 打个姜 他冲了一下 这是打姜 对 黑旗退回来以后 白旗在这儿 真是一点生路都没有 最后实战的几步棋呢 我们给大家摆一下 黑旗一贴 然后白旗再拐 拐 黑旗就跳点 对他可能想描着这边的铐出来 那边的铐呢 实际上是没有路的 我要再冲 我相信 我相信李长浩走在这个时候呢 他也看清了 所以这是最后一首棋 将一些挡在这儿的时候呢 李长浩看清这块铐 没有活路就认输了 这这盘棋真的可以用足球场的名词 叫突然死亡来形容 大家都没有想到 这么一盘细棋局面的格局呢 完全想不到会 突然就结束了 对 但是确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姜维杰的这个杀力 这个计算力也是非常的强 他还是逼迫了李长浩犯了一些错误 对 如果不是在姜维杰这么强大的压力之下呢 我想李长浩也可以冷静下来 就像是您刚才讲的这种跳的失误 还有这种虎的失误呢 可能都不会出现在这盘棋中 是的 我们讲到现在呢 最后再扣一下 一开始我们说的那几句话 就是这样的错误李长浩也会犯 真的是从神态上走下来 他已经是一个人了 但我们还是要向李长浩表示敬意 毕竟像他这个年龄 37岁了 还在世界决赛的这么一个舞台上来拼搏 还是非常让人敬佩的 对 同时呢我们也继续的再给姜维杰加油 希望他呢能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再接再厉 再拿下一盘 好那这盘棋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两位高手的精彩点评 我们文天论档呢到这里 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奇形天下 奇乐无穷 各位奇友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